好的 这一次到了田尾不免熟的就把它带回来了 碎花兰 这个是黄金色的碎花兰 那碎花兰其实看起来像稻碎一样 很可爱 然后它其实是一种复生兰 所以回去要种 其实也可以把它当成蝴蝶兰之类的 把它种到板子上 因为它在原产地是属于复生兰系列 那这种碎花兰呢 大部分的花季在12月左右 秋季到12月的花季左右 它会有花期大概是两个礼拜多左右的时间 其实它是属于碎花兰属的那一系列的 那看起来很像稻碎 很可爱的稻碎 黄金色的 当然也有红色的个体 那这种碎花兰呢 它原产地是菲律宾的产地 那分成几种 一种是黄色的黄金稻碎 一种是红色的 那像它 红色的开花会比黄色的再晚一些些 基本上晚个大概 基本上晚了大概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说左右 有些说它在1月多左右开花 所以呢 其实这个在12月多 这个在1月多 两个季节会略略的有差别 所以你看黄碎已经打上来了 你看它整个就打上来了 那这个红碎还在抽小小的花梗之间 所以两个会有一个落差 一个季节性的落差 那它真的长得很像稻碎 非常的可爱 虽然它外表看起来很不像兰花 那今年我会尝试把它上板 你会觉得在板子上种植 然后有一个很像稻碎的东西 还蛮有趣的 就是它其实它的概念就是 台湾的黄碎兰的国外的品种 那黄碎兰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品种 像这个呢 它除了黄色之外呢 还有红色之外 它有一种是白色的 那白色的黄碎呢 它的开花季就完全跟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白色的开花季在五六月 完全是夏天的季节 所以你可以看三种的开花季是很明显有区分出来的 这个是属于在大概12月多左右 11月到12月多左右 去年的时间比较早 去年大概12月初就看过了 那今年到12月中 那这个呢 可能到一月多左右的时间 所以这两颗的 你看这两颗看起来都一模一样 它开花季就完全不一样 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品种之一 算是小品兰花啦 黄碎 那它的开花性呢 很有趣 它是从这个每一个结晶起来抽 就抽一个倒碎一样的东西开起来 那它的花在哪里 花是这个小小的小小的里头 这个里头就是一个花 所以呢 如果你要看它的花质 不要要看里面的东西 它外表看起来就像倒碎一样 一个一个一个 那它会这样抽起来 那算是缩小版的倒碎 非常的好玩 我觉得这种品种就是很非常好玩 就算杂鼠类的非常好玩 那应该是不太带有香味啦 因为表示它的花会非常非常的小 因为它花只有在旁边的这个小小的 这个小小的 那整体开起来就带有黄金色的感觉 那所以它像这个种的是粗料 有些种的是石头 其实就是当附生兰的种植的方式去种 那所以它在原产地呢 其实就是一种附生兰 附生在大树上 然后会开出那个黄碎的感觉 你能想象说它长在森林里头 然后附生在大树上 然后开出那种黄碎的感觉 应该是非常的有趣 好那红碎呢 就是要比较晚 红碎大概就是要在等 在等 基本上就是要到一月 将近快一月多左右 你看这个还在刚开始要开 它已经税已经抽上来 不过刚开始要开 那这个已经抽了一半以上 所以很明显的话 这个季节比较早 这个季节要晚一些些 基本上要晚到半个月以上的时间 那现在刚好是它的准备要进到它的花季 在正冬天开 这个还蛮有趣的 它完全是跟人家开花季 完全的相反 正冬天 在12月的冬天里头开 那所以呢 在冬天的时候 就看那个小小的稻草 小小的稻草放在家里头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现象 好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这个就是 碎花兰的其中两种品种 黄碎跟红碎 每年的冬天到一月的时候会开放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